男祝賀近來靠著韓劇25-21人氣災攀巔峰 卻在日前捲入霸凌風波 上個月10日有人自稱受害者出面爆料 指控男祝賀高中時期是校園惡霸 不過經紀公司火速否認更硬起來提告 而網友十分好奇真相驟驚為何 還沒Dispatch5日出手 公開與男祝賀有關的20名師生的訪問內容 有同學出面表示 當時在學校體罰很嚴重 透露若是有人做出欺負同學舉動 被扳倒知道絕對會完蛋 另一名同學說 祝賀不是會欺負同學的人 他喜歡運動 就算有人跟祝賀開玩笑 他也會笑笑帶過 受訪同學回應 我可以果斷的說這是假的 表示自己看到爆料新聞非常無言 還直接到論壇發文 也有同學笑喊 我們那時候是男女分班 無力設施去觀賞其他人的地方 如果祝賀使喚別人跑腿買麵包 根據學校的氛圍 祝賀會先被其他同學們疏遠 班上男同學確實會聚在班級後方玩摔角 但男祝賀並沒有參與其中 也沒有聽說過男祝賀使喚別人對打這件事 所有同學口徑一致 認為爆料者似乎把男祝賀變成加害者 真正的犯人其實是P同學 首先有同學認為這個指控很模糊 男生班想快點吃到飯 身體碰撞的狀況是難免的 但不會排隊時推別人 也有人附和表示 大部分的人為了先吃而競爭 沒想到這會變成霸凌 男祝賀一年級班倒強調 塗上我的教師生涯與自尊心 在那個有體罰的時期 連女老師都會拿著棍子 甚至家長也會製作棍子給老師 希望老師可以代為管教孩子 因此在他任職期間 不可能會發生校園暴力的事情 還有班倒說男祝賀常幫助朋友 雖然不太會念書 但人品非常受到讚賞 頂多尚可愛遲到 最後滴社也強調這只是證詞的一部分 無法直接當作證據 而網友看到新聞後 也紛紛表示還了祝賀一個清白 卻意外被拔出愛遲到黑料已經太好笑